欢迎收看今天的高雄亮起来 我是陈丽婷 现在炎炎夏日 气温动不动就3035度 以上真的是非常的热 那如果能够躲在冷气房里面 相信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不过伴随而来的就是下一个月的电费 可能会连自己都下到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我们的高雄消费者基金会的洪惠阳委员 他同时也是一手大学电子系的教授 他今天就来跟我们聊一聊 家里的家电跟冷气 到底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节能省电 那又可以帮观众朋友省下一大笔的荷包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我们洪惠阳洪惠员委员你好 主持人还有听众大家好 了解 那今天就请到了洪惠员来跟我们聊一聊 那首先节目开始之前呢 就先带大家来看一段 有关家电如何来挑选的VCR 请看VCR 市面上的家电白白种 要如何买到节能的电器 就看这个标章 经济部有核准的那个节能标签 节能标章的 它总共分了五级 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耗电量比较多的 像冷气冰箱还有洗衣机 这三个是耗电量比较多的 尽量去选一级或二级的 那个它的节能效果会比较好 除了看节能标章 选第一到两级的电器来购买之外 泰换老旧电灯泡 选LED也是实在必行 冰箱也建议需要距离墙面 十公分以上才有足够的空间散发智能 而冰箱内部的物品摆放 也尽量不要超过罚粉满 才不会阻碍冷气的流通 但除了这些你知道吗 其实夏天少开厨房电锅炉 也可以省下一笔电费 像烤箱 像烤箱这种耗电量比较多的 那像瓦斯炉你也不要开 就很久的炖煮 因为这些能 这些热奶都会跑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去 那会影响冷气机的效果 所以像这些耗电量 耗能比较多的 会产热的 这些炉具我们就在夏天尽量不要用 如果家中有不常用的电器或是出门等等 也呼吁民众拔插头 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做起 有民众按照这些方法试验之下 同月份竟然在隔年省下了二分之一的电费 不仅节能又减碳 还能守住你的荷包 民众不妨可以试试 好我们刚刚从影片里面看到我们冷气除了第一集跟第二集之外来做一个挑选 那想在这边请问一下 那个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它是不是会有价格上面的差别吗 经济部呢它是依它的节能的效果当做指标 那价格不在它的考虑 可是对厂商来讲 它如果节能 它应该它的研发成本啊 或者其他的 它可能会有多付出一些东西 所以一般来讲 节能的产品通常会比较高价 这是事实 不过我们经济部是依照它节能的效果去做分类的 了解 那目前呢 就是有关于说我们家里面除了冷气之外 像家电啊 电灯泡啊 烤箱啊 冰箱啊 我们要做怎么样子的一个调试 它才可以达到省电的效果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先考虑哪一个东西是最耗电的 所以我们耗能的 那以洗衣机电冰箱还有我们夏天用的冷气 这三个是在家庭的用电里面算它的占的比重是最重的 当然还有其他像我们的灯具 它也是一个耗电量也蛮多的 那像你的电子锅啦 这也会最为都会影响它的效能 那在其他的地方 刚才的VCR有提到 像我们的灯泡 还有我们的日光灯 日光灯 比如说你把T8的换成T5的 T8是那种管子比较大的 那T5是管子比较小的 你把T8换成T5 那就会节能一半 它的那个同样的亮度呢 它的耗电量会节省大概将近一半 所以如果你处处去注意的话 应该可以节省一下不少的电费 了解那我们像刚刚在VCR里面看到冰箱 我们要怎么样来跟墙壁做一个摆设 它其实也可以减少一些耗能 冰箱的话就是你要距离你的墙壁 要10公分以上 后面是要30公分 那左边旁边要10公分以上 这样的它的散热才不会有问题 散热才能够流通 这样你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了解那这样其实对于冰箱的一些运作方面 它也比较不会坏掉是吗 对对也是会比较好 那冰箱里面尽量不要摆太多的东西 建议是在8层7层以内 了解那委员我们就是如果说家里面啊 可能我们电视没有开机或者是电脑没有开机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插头其实是常常都会摆着对不对 那其实是不是也会增加一些我们家里面的电费 那那个委员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我们插多久 它其实已经相对耗损了我们多少的电能 以电视机来讲 你如果插着 它有待机的耗能 那待机呢是因为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不用去电视机打开开关 我只要按一个遥控机就可以 所以电视机呢 它其实是随时在等待我们的指令 它等待那个遥控器的指令 所以在那个时间呢 它其实是耗能的在等你 那如果说我们要离开家里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们只有下半时间才会回到家里 那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这样子 那你不在家的时间 那个电不需要再耗 不需要再等待主人的命令 所以你就可以让它休息了 那就好像我们到饭店里面去 到饭店里面去呢一般来讲 你离开饭店离开的房间 那么所有电器就关闭了 那它的电视机也关闭了 它的音响也关闭了 它就不再等待人去开机 那在家里我们如果能够做这样的话 那么它就不用待机的那个耗能 那待机耗能呢 工业院它有做过一个统计 以国内的家庭来讲呢 大概在7%左右 7%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多 可是仓器累积下来其实还蛮多的 那以我们电视机来讲 电视机的待机时间呢 大概是3.7W左右 那一个电视机以目前比较新式的LED 跟液晶来讲大概在40W以内了 所以3.7W其实占40W也算是有点偏高 那你如果离开家里 确定离开家里不会再用的话 应该要把它关掉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家庭会认为说 你离开就要拔电源 它进来又要插电源 很不方便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你可以用即时的 即时的开关 定时的开关 你就设定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哪一些电器让它开机 哪一些电器不开机 这样子也可以省下一些耗电 那了解 那我们如果像电视 因为现在有像是LED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材质来做 它会有哪样子的材质会比较省电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 当然以LED来讲 你当然是选 你有LED跟LCD 当然是选LCD的 哦 LED是它会自己会产生会发亮的 那LCD它是背光的 它是靠背景的光线去看到的 你看那个亮度 你大概就看得出来 你看那个电视机 如果面板它当光线没有的时候 它还会亮着 那是用LED的 那如果是你要开灯才看得见 那是用LCD的 那一般来讲LCD会比较阶层电力 了解 那委员这边可不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数据 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 随时习惯的把它插头 大概我们一年一年大概可以省下多少的电费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数字益 可能电视或冰箱来说 这个是在公园院它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如果以单一台机器 那个电视机来讲 你有插电跟没有插电 插电时间 一天待机时间假设是20个小时 那一年下来 一个耗电量3.7W 那这样一年算下来大概节省90块钱 那一台机器 一台电视机就90块钱 那你还有其他的电器也会耗电 那一年下来也节省不少 了解 那我们家里面的电器 就是像尤其是冷气 它其实应该算是所有 我们在家里面 所有家电里面算是 耗电量最高的一个电器 对不对 那我们平常就是在买新房子 或者是购买冷气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挑选 才是最棒的选择 现在的冷气有分成窗型的 那有分成那个壁挂的 那还有分离式的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买冷气的时候 要考虑我们的方位 就是你是不是顶楼 那会不会有膝塞的问题 那你是面膝或者面冬 这个都会有相关的影响 再来如果你买的是那个分离式的冷气机 分离式它有一个好处是说 我可以共用你的主机 比如说我的客厅跟我的卧室 它使用的时间是不相同的 你人在卧室你就不会在客厅 你人在客厅人就不在卧室 这个时间是分离的 那么你就可以共用主机 公用主机就是说我一台主机 拉两个机器在旁边 那它可以用公用主机 所以你的价钱就可以降低很多 那比如说你的客厅跟你的书房 也是可以共用 你人在客厅就不在书房 你也可以这样共用 共用是可以让你节省一些钱 然后再来就是尽量装隔热纸 就是你包含你的落地窗 落地窗或者是你的窗户 尽量去装隔热纸 隔热纸它可以让你的光线透进来 但是又不会阻挡光线 所以隔热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或者说用窗帘也可以 但是窗帘会让你的光线 比较不那么亮 那窗帘也可以让你 阻挡外面的光线进来 所以也可以让你比较舒适一点 那另外还一个就是 你可以用风扇 尤其是你那个冷气器 刚打开的时候呢 你可以藉由风扇 去让冷气快速地在空间里面流通 这也是一个方法 了解 那观众朋友要怎么知道说 就是我到底要挑窗型的 还是要挑分离式冷气 还是要挑另外其他种的冷气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测试 窗型是一般来讲在公寓 如果他有帮你做冷气窗的话 你才可以装窗型的 那分离式呢 它就比较不受限制 分离式你只要在附近 不一定要在特定的位置 你只要在附近找得到 可以安放主机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一般来讲分离式呢 它会比较安静 就是比较不会有草 所以以目前的情形 那个分离式越来越受欢迎 了解 那我们在家里面的冷气 就是到底我要设多少的温度 才最省点 那我们之前就是一直都听到说 是尽量设在26度 这个是正确的吗 还是说会经过一些环境上面 然后做一些改变 一般来讲 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温的 那你的冷热不要差太多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 你在你的室内跟你的室外 它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5度 那26度大概就是 以外面大概是在31度以内 这样来推算的 那如果说你外面真的太热 比如说到36度 34度的话 那么你里面的温度 就是减掉5度 所以在29度 了解 所以以室内跟室外的温差 不要超过5度 为什么不超过5度 也是跟我们健康有关系 你如果人体一下子在冷气房 那一下就到室外去 那冷热交替以下 我们身体比较容易出状况 所以身体尽量让它很温 就是温差不要那么大 了解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超过 外面可能30度 那我只能射到18度 那这样子对于冷气来说 是不是它相对的 它的耗电量又更多了 对如果说冷气 它是以它的温差当做它的耗电的 你可以把它当做耗电的估算 是 温差越高 那温降越高呢 它的耗能越多 它是以两边的差距来计算它的电量的 那我们家里面的冷气大概要在什么时候开启跟关起来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 然后也是可以直接就是达到节能省电的一个效果 一般来讲冷气你当开启的时候呢 它不会那么快就凉爽 它大概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你从开启到比较合适的温度呢 大概是要20分钟到30分钟 那这段时间你可以借助风扇 让它稍微增加它的速度 那另外一个 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用手机可以去遥控你家庭的电视的话 那么在你到达你的房间之前 你就可以先让它开启 这也是一个方式 了解 那目前呢就是台电为了要鼓励大家做一个省电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奖励节电的一个政策的方案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观众朋友们比较 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吸引的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感兴趣 那这个方案大概是怎么样 观众朋友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运用 那个台电在去年开始 去年开始它就有一个措施 就是说你今年的 今年的电费只要比有比去年更省 不管省多少 至少它就给你84块钱 然后有超过140度呢 每度再多给0.6块 比如说 省电超过140度吗 比起往年的时候吗 在140度 超过140度呢 它每度是算0.6块 多加0.6块 了解 所以就是它是跟去年比 还是说我之后每个月都可以节省就是86块这样 它是跟去年比 跟去年比 跟去年比 了解 那如果我说刚刚我们在VCR里面看到 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电锅炉具那一些 其实也是夏天里面耗电量很多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妈妈啊 然后奶奶可能在家里面煮饭的这个部分 有人关于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在国内厨房跟你的客厅通常都离得很近 因为我们家也是 就是我太太认为说你的厨房跟客厅越近越好 甚至于它中间没有射门 所以变成你厨具有发热的话 那么它会 这个热会跑到客厅里面去 那厨具比较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电锅 然后烤箱 那电锅烤箱呢 尽量在夏天我们就不要长期去闷煮 那烤箱也尽量去缩短短的时间 就是像肉类的啦 这个我们尽量在冬天吃会比较好 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那对也可以节省电费啦 了解 所以夏天除了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省电之外 那我们吃东西相对比较清淡 其实也对身体比较健康 是这个意思吗 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啦 那像肉类的 这些食物通常是在冬天吃会比较好 了解那其实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说我们有时间电价跟非时间电价这样子的一个计算电价的方式 那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来选择吗 可以 一般来讲如果没有特别去申请的话 一般的家庭用电都是非时间电价 那你如果说有特殊的需求你是可以跟台电申请要改成那个时间电价 那时间电价跟非时间电价那个计算比较复杂老实讲是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我建议各位观众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看我们那个这一期消费者报道 那那里面写得非常的详细 那时间电价呢 它牵涉到下期电价跟非下期电价 下期电价呢 是6月1号到9月9月30号 这段时间是算下期电价 那其他就算非下期电价 那尖峰时间跟离峰时间呢 尖峰时间我们是算礼拜一到礼拜六 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 这段时间算尖峰时间 那其他都算非尖峰时间 那时间电价它比较会有影响的 对一般人来讲它影响不会那么大 我自己觉得影响不是那么大 可是因为现在的那个电动汽车跟电动摩托车 跟电动机车 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 那如果你家中有那个电动汽车 或者是电动摩托车 或者电动脚踏车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想一想 可以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改成时间计价 因为你在离峰时间 尤其在晚上 你是可以让你的电动车去充电的 那个充电时间尤其它的耗电又蛮多的 那会为你节省你的那个电价 那如果说一般做生意的商家呢 他们大概是用时间电价或者是非时间电价 那这个比较难 因为一般的电价都是在那个见峰时间才会用电的 所以它会要看它的性质啦 如果你在夜市那当然是用离峰时间 那个这个就可能它的考虑又不一样了 了解 那所以我们一般观众朋友 如果说没有特别去讲的话 其实是非时间电价 是非时间电价 那观众朋友应该比较在意的是说 就是到底哪一个比较便宜 如果相对的说我家里面有电动摩托车 电动机车 然后电动脚踏车这个部分 那个是用时间计价来会比较合算 那我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呢 如果没有东西 应该就是非时间电价就一般合适 会比较便宜是不是 应该一般的就可以了 不必要特别去申请 了解 那我们了解到就是说 高雄其实也算是一个大都市 对不对 仅次于台北 那我们高雄人在用电的方面 目前就是这边消费者基金会要怎么看 会很多吗 比起其他的县市来说 比起其他县市来讲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 那个都会型的那个城市 会比那个不是都会型的城市来的 用电量来的高 那因为这次的统计他没有统计全国 他只有统计四个大的城市 那消费者杂志呢 这一次统计就有四个都市 是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跟高雄 他就统计这四个都会型的城市 那在这四个都会型城市里面呢 高雄是占第三 可是你不要忘了 如果跟全国的22个乡镇市比起来呢 其实高雄还是算耗电量比较多的 了解 那我想说透过节目的最后 可不可以请委员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实际来具体的说明一下说我们家里面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省电 不管是电视冰箱还是冷气的部分 可不可以委员再帮我们统整一下 你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先从耗电比较多的先去做节能的动作 第一个是耗电比较多的 第二个是耗电比较长的来做节电 那耗电比较多的 在那个VCR里面有讲到就是冷气 电冰箱还有洗衣机 这三个是耗电最多的 那这三个呢 如果说你的家里的机器已经使用了十年 五年到十年你就可以考虑了 那使用了超过十年 你就可以趁着有那个经济部补助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换掉 所以是用越久的家电它就越来越耗电吗 对 有两个考虑 第一个是早期的早期的早期的产品 它比较没有考虑到节电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是机器用久了 它本来就会造成它的效能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两方面的考虑呢 一般来讲就是五到十年你就可以考虑 超过十年就可以去更换了 用耗能比较多的来考虑 再来就是时间用的比较久的 那个LED的灯泡已经慢慢在开始在降价了 那其实是可以考虑 我可以来考虑做一个兑换的动作对不对 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宏委员 跟我们提了这么多家电还是冷气 还有一些节能省电的一些部分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节能 应该是说奖励节能的一个政策的部分 那如果说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来做针对一个省电的部分 跟消费者机会来做一个咨询的部分对不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看高雄亮起来 我们下期见 妹妹啊 去洗碗咯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西斗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西斗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把它们做工程师 加号 我对铭灯 买博 买 rose 买博 原书 早餐 伊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